欢迎两位 金老师教什么的 我是教英语 您自由职业是咋个自由 我现在是全职宝妈 自己在家带孩子呢 因为我孩子比较小 多大 现在才一岁半 今天宝妈来的 对 要控诉一下 家里的大宝还是二宝 没法说 你别看她是个英语老师 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 但是说实话 她真的太不上进了 一个月才挣2000来块钱 因为一个月 她只上八天班 然后平时 她就整天在家待着 打游戏 踢球去 这都是她所谓的爱好 哪怕你平时 出去摆个摊 或者是你做点什么 能为家里 进点账的就行 但是她完全没有 经济压力 说实话非常大 就是我也是感觉 跟她特别累 我有去找工作 但是现在的工作 一般都是单秀的 所以我找工作 找起来就是相对来说 会比较费劲一些 我确实去找了 我并不是说不找工作 对不对 并且我的父母现在退休了 老两口就是说生活也比较节俭 每个月也没有那么多花销 然后那你剩下的钱 你说她补贴给她的这个大顺子 你不让她画吧 她还不高兴呢 她每个月也会拿出来一些钱 然后补贴给我们家用 这不挺好的吗 并且你看我们两个人之间 对不对 我们也有房贷 没有车贷 那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那我感觉这样的 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那我也不知道 你看那一天 这有率是什么 你看见没 大家听到了吧 父母给拿钱 你说她父母都多大年龄了 都已经70多岁了 我父母年龄也大了 她父母定期地 会给我们的儿子拿钱 然后还会给我们 还会贴补我们 你说父母年龄那么大了 以后你说她年龄大了 八一以后用个钱什么的 怎么办 你收了吗 我收了 收了你说你是帮凶啊 而且你说我们还有一个儿子 马上明年就上幼儿园了 你说现在我们连孩子 幼儿园的钱都没有 你说她现在一点都不着急 怎么没有呢 有慢慢都会有的 你看 她总是这么说你说 慢慢父母总是会给的 而且你看她这个人 一表堂堂的 实际上她们特别口 有一次 就是我跟我老公 就是带着孩子 然后我们去商场 前面就是围了一堆人 都在挑那个叫琵琶腿的 然后当时我觉得 看价位挺便宜的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了 我说老公 我说咱俩买点琵琶腿 回家给孩子吃呗 当时不乐意了 嗷一嗓子 看你像琵琶腿 成天吃买什么买 当时给我弄得特别尴尬 就站在那里 我就不知道怎么好了 然后我就特意 跟她小说说了一下 我说你小点声 我说你像有病似的 当时又不乐意了 又嗷一嗓子 你才有病呢 就这样的 当时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知道吗 我就站在那里 当时周围人都在看我 他推着孩子 蹭蹭往前走 没事就跟我讲 自己一看自己照镜子 哎呀老公啊 我这不行胖了 我要减肥 天天就跟我这么捣鼓 减肥减肥 哎 回过头来 第二天 今天中午吃啥呀 火锅烤肉 哎 这换过来 就又琵琶腿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我跟你说啊 还有一点也特别来气 我跟他经常就是上市场 推着孩子 然后我们会去买一些水果 给孩子 有两块钱一斤的这个香蕉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三四块钱的 就是多少价位的都有了 然后那个两块钱都是香蕉 去青 去青的你知道吗 而且上面就 有的地方 就是发黑你知道吗 里面上面还有一些斑点 他就跟我说 哎 买这个就行 什么样不都能吃吗 三四块钱的 从来不让我买 香蕉这个东西 众所周知 它攒下来的时候 它就不是熟的呀 它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哎 慢慢地捂熟的 那个也不是去青 去青的 你这有点夸大起始了 把它买回去 哎 我们放两天 对不对 这不就一二次吗 并且那外面看着有点黑点 其实它里面好得很 是是是 那没有问题 没错 我觉得 多大钱办多大的事 对啊 对不对 那你说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就直接买点香蕉种子 你回家种得了呗 不是你买香蕉种子 回家种不出来呀 你要怎么种我这给你买 你说孩子才多大 才一岁半 他吃他能吃多少 你为什么不知道 给孩子买点好的呢 还有一件事啥呢 就是平时买的蓝莓 吃蓝莓对眼睛好嘛 然后我今天给孩子买点蓝莓 有五块钱一盒的 还有十五块钱一盒 还有更贵的 那五块钱一盒里头的蓝莓 特别特别软你知道吗 就都已经囊了 十五块钱特别自然 特别硬实 然后我说 我说给孩子 就是买那个十五块钱一盒的吧 又不乐意了 蓝莓这个东西啊 我接触的不多 基本上是没吃过的 我对这个硬和软之间 没有这个比较 我以为两者之间 可能差距不大 有便宜的 那你说我为什么买便宜的 对不对 那那个相对来说贵很多 那你说谁愿意给孩子不买好的啊 就挑那喜蓝莓的 那么便宜的 不是 你凭什么判断 五块钱的蓝莓 就一定没有十五块钱的好的 但是五块钱我跟您说 里边都有挤的 你知道吗 都已经都憋语了 我中国蓝莓都有发言权 你真错了 品种不一样 口味不一样 所以它的软硬也不一样 而且给那么小的孩子 吃蓝莓干嘛呀 大家我看都给孩子 你了解蓝莓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进到中国吗 都说 你知道吗 都说 所以你就只是都说呀 什么都不清楚 天天在那滋嫩滋嫩的 他倒是听别人说 天天